大家好,我是焦东小王 昨天发了一个视频 我开这个电车跑了个长途 跑了220公里,只用了20块钱的电费 视频发完以后,下面就有很多网友来喷我 说这个电车等我换电池的时候就知道有多费了 说这种话的网友啊,就是对这个电车还是一点不了解呀 今天我给大家好好解释一下 现在电车其实销量还是特别好的 电车替换油车是世代必行的 电车的出现就跟当初智能手机的出现是一样的 智能手机刚出来的时候是替换大头手机的 那种大头手机肯定皮是耐用 但是最终还是被这个智能手机所替代 所以说这个电车刚出来的时候肯定很多人也接受不了啊 但是逐渐年轻人越来越多 就会被这些年轻人逐渐接受 电车的优势比油车也是特别明显的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电池问题 像正常买电动车首任车主啊 首任车主就是你买的不是二组车 买的是新车的话 电池是终身之宝 不单电池三电系统啊 什么叫三电系统呢 就是电池控制器电机这三电系统啊 电动两轮和三轮车相信大家都乞过啊 主要是控制器电池和电机这三样组成的 然后再加个车壳就完事了 所以这三大件是终身质保 但是有个条件就是一年不能超过三万公里啊 但是有些个别的电动车 它对公里数是没有限制的 那只是个别的 大部分厂家都是一年不能超过三万公里 如果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 三万公里是足够的 很少又能跑过三万公里了 像我一年就是一万五左右 只要这个公里数不超 三电系统就是终身质保 再跟着很多网友说这个电池磕碰问题啊 磕碰问题就比较简单了啊 你一旦电池磕了 厂家是不质保的 但是电池磕了以后 直接到保险公司 因为这车有保险的全险 如果电池磕破了 就是上4S店 该更换电池更换电池 该更换外科更换外科 更换完以后还是给你治保的 因为你在4S店修的啊 如果你不在4S店修 那呀可能会不给你治保 还有的网友说 说我这车花十多万买的 赶不上买个高配的帕萨特 说这话的网友可能也是没开过电池啊 我劝你有功夫去试驾一下 试驾完以后你别说帕萨特了 奥迪印都不想开了啊 首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车的性能 什么性能呢 双电机四驱啊 首先是四驱的 问一下帕萨特有四驱的吗 没有啊 然后这个车多大马力呢 460多马力啊 什么概念460多马力啊 相当于4.0T双窝轮 增压V8发动机的动力 你想想买一个宝马M4的动力 就是4.0T双窝轮增压 它那车要80多万 这个车只要二十几个W 就插在这儿 这个车百公里加速3.7秒 请问一下帕萨特全系有加速这么快的吗 这个车一公里只需要一毛钱的费用 请问帕萨特能达到一毛钱吗 而且这个车动力总成 终身质保 其实买电车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买电车省钱是一方面 最重要的是驾驶感受 什么驾驶感受呢 电车没有发动机 特别安静 电门特别跟脚 因为它没有发动机也没有别速箱 而是电机直驱的 电机的扭矩是瞬间爆发的 并不像发动机 需要打到多少转才能出来最大扭矩 电车是只要你一踩就出来最大扭矩 所以踩多少有多少 没有任何延迟 再一个是电车的智能化特别多 看这个大屏幕 前方位啊 360影像 这个是17.6英寸的 这个屏幕 目前来说几乎没有这个屏幕再大的了 各项功能都在这个屏幕中 自动驱航 辅助驾驶啊 全部都在这儿 前两天刚进行了OTE升级 升级以后 个产功能更加完善 座椅同风加热 全部都配齐了 这个地方 带无线充电功能 这个按钮是弹射起步功能 这个弹射起步 可以达到百公里加速3.7秒 这个地方还带个圣上头 人脸识别的 所以这个车 车也不用钥匙啊 我拿手机直接就上车了 带人脸识别自动检测 随意上车了 然后自动给你调节座椅的距离 而且你如果开车犯困了 或者是走神了 它都会提醒你 实时检测的 看车体外边啊 这儿设下头 这个地方设下头 这个地方设下头 全车有十多个设下头 轮骨和刹车更不用说了 19层轮骨 245的轮胎 红色刹车卡前 6活塞 后边4活塞 性能级的啊 而且这个车的外观更不用说了 回头率百分之百 所以综合各方面的优势 买电车是以最小的钱达到最高的享受 还有的网友说 现在的电车啊 牌子都没听说过 这一点我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啊 现在的电车还是和手机一样啊 你现在用的手机 你以前用大头机的时候 你可能也没听说过 那个时候也没有啊 像现在的华为啊 小米啊 微博尔啊 包括苹果啊 以前都没出过大头机 出大头机的厂子呢 现在都没有了 都被吞并了 为啥呢 就是思维方式不一样 电车也是啊 现在电车都是 中国汽车万道超车的时候 因为中国汽车发展比较晚 发动机和别增厂技术 肯定赶不上一些发达国家 但是电车 中国发展的还是比较早的 而且电车的技术门槛 相对来说比较低 所以电车 就是万道超车的时候 所以今天通过这期视频 完整的和大家解释一下 所以有些东西啊 不要听别人道听突说啊 买车你必须试驾一下 你试驾一下你就知道了 你不试驾一下 你管听别人说 怎么好怎么不好 一点用没有啊 每个人买东西的思想 都是不一样的 去试驾一下 看看合不合适自己 就跟买鞋一样 合脚的鞋才是最舒服的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